这小秉太感人了 是 那女的眼里多好 那小偷眼的好 那中介眼里可真不扎地啊 对 她眼的最差 老公 我哭饿了 行了 别哭了 媳妇 你看她眼睛都哭肿了 我看看 哎呀 行 那想吃点啥呀 给我来个刀鱼 那我得来个红烧肉 再来个素菜 西红柿炒鸡蛋 那我再整一个蒜蓉西兰花吧 行 坐下吧 我不会 你会啥 我会吃呗 我会啥 吃个饭去 哎 大姐怎么还不来啊 大姐啊 谁知道 哎呀 坏了 人家大姐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说孩子今天开家长会来不了 老公 哎呦 车可 我饿 来来来 走会儿 这不这还有大早呢吗 你吃俩大早吧 这都啥时候的早呢 我哪知道上个月就在这呢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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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啊 大姐来不了 大姐夫一会儿就到 能来吗 大姐夫 能来吗 你喝 我太了解她了 看着啊 我数个数 他接着就进门 三 二 一 进门 大姐夫真来了 来了来了 大姐夫 哎 咱吃点什么呀 吃啥呀 啊 你看 刀鱼 来个红烧肉 快成西洋馆 再来个新屋里炒酱 大姐夫 哎 我说你得快着点啊 我媳妇 我 我这都都饿着呢 哎哎哎 鱼别在屋里收拾啊 到阳台上去 这行不行啊 那你去呗 我 这房子首富的大头 你套的 你这大头早晚砸死我 二狗夫 楼下来个生人找范爷爷 他说没说他叫什么呀 没说 但他说他叫二狗的 二狗 二狗 二狗子 坏人呐 那个他倒不是坏人 他是我爸单位同事的儿子 我告诉你 这二狗子到我们家没别的事 就是借钱 借他不就完了吗 借他 你借他呀你啊 不不不不不 我告诉你 这二狗子 到我们家借好几回钱了 一次都没还过 那咋办呢 那咋办呢 行动 快 速度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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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来来来我看看我看 我看看 就这样 哎妈呀 这咋回事啊这是 没走错门 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 二狗都又到咱们家来借钱来了 二狗都又来了 那来就来吧 那咋整啊 来就来 他借钱来了你知道吗 那你就借他呗 你借他呀 我借他了 我上回借他500 我还你了吗 没有啊 还是这回还借你的你给不给 那你有就给呗 我这反正我就100块钱 我只有100 100块钱 100块钱他不要 他借1万 那我没有 没有你就把他得罪了 今天我让他借不着钱 还让他高高兴兴的走 这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大姐夫我告诉你 你就配合我啊 小倩过来 刚才交代你的任务你记住没有 记住了 我一咳嗽你就进来 行动 头头必须放心吧 媳妇赶紧的 把大姐夫这鱼给藏起来 快快快快 大姐夫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 你这个人心眼直 你说话你把不住门 你别给我说漏了啊 那我可控制不住 你就说你牙疼 你说不了话 我牙疼 谁相信我牙疼啊 这也不像牙疼的呀 怎么 那也不能不说话呀 牙疼 来来来来来 大姐夫来张嘴 张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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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 我赶紧 这边 这 行不行 这像胖了 嗨 嗨 二姐 二姐夫 大姐夫 二狗子 我大姐夫那脸咋的呢 二狗子 他那个上火了 二狗子 牙疼 说不出话 你那小剧可太好了 这家进大门在涂帽子 我发生家真有钱 你看这 这 这 又闻鸭呀 哎 别走 咋的呢 那沙发已经抵出去了 别给人坐埋子了 啥情况这是呀 二狗子 媳妇 你别哭 你哭得我心里老难受了 二狗子 我告诉你啊 咱们家欠人家家钱 咱们家还不上了 这不是人家债主 把这都封了 这家具都抵出去了 这房子也抵出去了 真的假的 咋还假的呢 咋假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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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好呗 收拾好呗 有钱还钱没钱搬家啊 车马上就到了 再煮啊 哎 我说他家欠你多少钱呢 欠我多少钱呢 三百万 多少钱 三百 二十万 零五百 还欠那么多呢 是啊 咋钱的啊 我炒股 郭承荣 我没交物业费 你这物业费也太贵了吧 你能具体说说咋钱的不 不是 你画了这么多呢啊 你能替他们还是咋的啊 瞅你这样啊 就像借钱的 那个 赶紧还钱 咋借的你呢 我说谁呢 哎 穿着你穿门去啦 你别说话 你牙疼不疼 疼 二狗子 爸妈穿门是穿门不假 穿门挨家挨户借钱去嘞 那大姐和小米呢 穿门去嘞 可不适合这 别说话 他们也去借钱去嘞 那你仨咋没出去借去呢 好几天没吃饭了 饿得走不动道了 这样 铁一会 我给你们买点吃的去 谢谢 谢谢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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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 你来哪有吃的 哪有 我对我牙疼 我先说我 我跟你说 家里有 啊 有 就这钱过来还有吃的呀 有有什么有啊 有什么有啊 啊 鸭疼你还说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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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狗子 嗯 大姐夫的意思是说呀 你看你大老远来的 嗯 怎么能让你出去买吃的呢 家里有啥就吃点啥吧 哎呀 哎呀媳妇啊 哎 那个端菜 哎 好累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吧坐吧 哎呀 嗯 哎哎哎哎呀 抵出去了是吧 嗯 别坐了咱蹲着吃吧 啊 蹲着行 来大姐夫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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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就这么小的一条咸鱼够吃吗 吃 奢侈 快 给我 那个 二狗子 给啊 哎哟 你是客人 这半老大的是你的 这半老 是我们一家人一天的口粮 哎哼 哎呀 啊 不还钱还有脸吃馒头 还有海星 先 换钱 二狗子 二狗子 别哭别哭啊 没事 家里还有吃的呢 那冰箱里有吃的 有什么 有吃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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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 啊 你是让我想象吗 哈哈哈 这蛋糕好大呀 不是 那那那那冷库底下有肉 哈哈哈 这是牛肉还是羊肉的 哈哈哈 我说你们都过成这样了 那欠钱钱啥事都还上呀 哎呀 我告诉你二狗子 我们家是要脸面的人 啊 欠钱不还 那那那那那不是我们家干的事 欠钱不还 你不脸红啊 欠钱不还 你不害臊啊 欠钱不还 你不害臊啊 你还是个人吗 哈哈哈 欠钱不还 真不吃人的 你咋那么傻呢 他说你呢 你没听出来吗 别说话 老老老说你起来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他们要实话你来借钱 他们骗你呢 哎 跟你演戏呢 我也跟你演戏 你看我这牙 你看 你把 把牙你都吐出来了 啥眼神 我也是ra 找活 跟你演戏呢 大姐夫啊 你咋能这样呢 二姐二姐夫多实战 也有啥就是啥 你还给我咋装 你仙啥那么多呢 你咋呢 好 怎么办 哎 我今天来的正好 你不是 你来的不正好 家里没钱了 我是来还钱的 我从我叔我审那一共借了五次 一万七千块钱 来 这是两万 多说那三千算是利息 但是也不够你们还债的 没关系 发挥我特长 我马上跟你们借钱 我能借多少 我就是多少 那么的啥 啥事啊 人家是来还钱的 你看你 赶紧跟人家说清楚呗 你哪有这样对朋友的 哎呦呦对对对对 我嗨 二狗子 来来来来 二狗子 我我真没想到你 你还能是来还钱的 我是万万没想到 不是二狗子 刚才大姐夫说的对 不是 我们以为你是来借钱的 所以说给你演了一出戏 行了二姐夫 别安慰我了 那债主我都看着了 债主也是也是帮我们演的 那群众演员那是 你不信我咳嗽一声 哎哎哎 干啥呢 干啥呢 钱还改不改了 改不改了 改演员你看你 行了别演了 二狗子人家是来还钱的 改了 改还钱了 什么改 人家二狗子把这些年借我们家的钱 连本代息全还了 二狗子 哎 姐夫 过来 姐夫跟你说两句话啊 我跟你说 这人呢 借钱的时候着急 还钱的时候更应该着急 你说是不是 是 但不有句老话吗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注意了 你看 今天这钱我全还上了 是啊 全还上了 一共五次吗 全还上了 不是 五百 哪有五百次啊 就五次 哎呀 不是 不是我 哎呀 行了 行了 大姐夫 不好意思跟你说 我说吧 你之前是不是跟大姐夫还借过五百块钱 你忘了吗 哎呀 哎呀 我忘了 你说当初我说我借钱是跟你写签条 你就不要 不要 没有就拉倒 这事没事 真就剩五百块钱了 来 拿着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哎呀 你俩别客气了啊 二狗子来了啊 没别的啊 家里吃饭啊 对对对 大姐夫 哎 拿你做饭 我做去 哎 今天我请客 咱们出去吃吃去 哎呀 不好意思 你说 哎呀 我把钱全还你们了 都没钱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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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狗子 这钱你可是还我爸妈的 这不能动啊 对 大姐夫 有钱吧 我 有 你不是刚还了我五百吗 干啥 这么多人五百差点 对 哎 大姐夫 哎 我不记得你说你还一百呢吗 对 我我我我我是还一百呀 六百够了 借我 走 十三点 哎呀 十三点 哎呀 十三点 十三点 哎呀 还挺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嘿嘿 我